我們繼續回來 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到目前為止 跟整個日本人 打我們的問獎的這種事情 大家其實非常理性的 平和來看 但真正的重點是 到現在為止 還有很多真相不清楚 如果你不清楚 真相也不跟 所有社會大眾解釋 那麼怎麼可能會有 真誠的道歉 民眾的憤怒 大家可能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大家這麼憤怒 因為憤怒是 從頭到尾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跟大家說真話 我這邊先提一點 我從一開始的時候 我講說 對於Makio來講的話 我認為重心點是 他要說實話 那他有沒有說實話 坦白說他前後反覆 前一天說他很清醒 後一天說他喝醉酒 你認為他有沒有說實話 光這一點 我不要講說 這個被害人講的 一定都是真的 加害人講的 一定都是錯的 可是光是從他自己的 前後反覆 你就知道他有沒有說真話 他沒有給這個社會真相 其實是讓這事情 很多事情無法釐清 可是我回過頭來講 其實我的重心點 我最後談 檢察官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這個案子裡頭 我們現在拋去了 如果沒有Makio 如果沒有鴨子 就沒有演藝人員 那這個案子會如何 我告訴各位 就是不了了之 因為這就是檢警的 標準作業程序之下 放縱的一個結果 他的傷害是小罪 你們彼此和解和解就好了 所以在第一時間 如果第一時間檢警 對於相關證人 都做好了證詞 還有後面反反覆覆 然後彼此之間 可能有疑似套招的問題嗎 第二天 2月4號出來開記者會的 那一番說詞 是不是Makio跟這個 有記龍輝跟所有的律師 都已經商量好的一套說詞 再出來講的呢 如果你在第一時間 就做好證詞 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嗎 所以我們現在 因為Makio的身分 要求他付起公證人物 比較高的一些要求 可是一般人 我們是不會這樣要求 那一般人如果碰到這種事情 那司機就被擺打囉 真的是司機 其實這也不是一個個案 因為在台灣總是會有人 可能有人看你不遵演 就打你一頓的 今天司機特別的 可能碰到形形色色的人 但如果我們在路上被打了 然後接著 檢警的處理方式 是按照這樣子的一個處理方式的話 那我告訴各位 我們的公道是由於早不回答的 這才是真正的 不公義的這個地方 不過我們先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這個Makio跟這個問將太太所說的話 你會覺得說 這真的是會讓人家很紛紛不平的 有一點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友善 就是互相對的 然後我就覺得 就可能就那個時候 就已經就是有點不高興 還是什麼的 因為因為我已經知道 2月1號開始 就是後面要洗安全帶 但是其實就是國外啊 然後也是常常在後座都會洗安全帶 其實我們已經習慣了 朋友付錢 那我只是去看而已 那可能那個時候他覺得 我也不知道 就是因為就是我自己也是 突然就是被揮到 然後就是也是自己嚇到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那個是根據我那個先生的描述 他當時是因為他們在胡鬧之後 下了車胡鬧 但是他們並沒有付車資 所以根本就沒有那個早前的那個動作 怎麼可能會行凶去碰到你的胸腹呢 怎麼可能會去碰到你的胸腹呢 何況真正是那位日本人是坐中間 是坐中間的位置才對 對你們真的是睜眼說瞎話 這是問講林太太 什麼所做的一個反應 就覺得怎麼會可以這樣子糟蹋人 賴素如女士在最近這幾天裡面 也做一些很多的協助 這個林賢跟林太太 賴素如議員你好 陶哥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想民眾想了解一個真相 第一個就是被打的這個問獎 林先生是不是現在已經稍微好轉一點 應該比較穩定 比較沒有像前幾天那麼危急 不過身體還是蠻虛弱的 其實我剛剛可能比你們早一點知道 其實我跟學恆一樣 我本來以為另外那兩位日本 另外那兩位女生是日本籍的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去追究那兩位女生 結果我比你們早一些知道說 原來她是台灣的藝人 我真的是覺得很憤怒 然後覺得 Makio她完完全全都在袒護她的朋友嘛 袒護有記龍輝 講那個席兄說 對於林太太的心情來講 她覺得最在意的就是 你為什麼你們做錯事了 還要去找一個理由來去說明 來去主意證明說你們是合法的 你們是合理的 這是讓她很不能夠接受 事實上她那個昨天 他們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她講說是日籍的友人 女性友人 然後講說她是做那個 她後面然後再付錢的 那我覺得這一點 Makio應該要再跟社會大眾 還要再來做一個盜竊 因為我們都以為是日籍的女性 所以你到目前為止 當然你剛知道說有一位是鴨子 還有另外一個第四名的 在現場的女性是誰 到現在為止你也不知道 目前檢方也會傳訊 但是我不方便在這邊說 你知道人是誰了嗎 我警方已經都知道了 檢警都知道是誰了 也是公眾人物嗎 這個我比較不方 反正到時候他們會傳喚 因為我本身也是律師的身份 可能不大適宜在這邊講是誰 我想重點還是在這個真相 就是說林先生今天在更清楚之後 有沒有跟誰 或者透過他太太林太太 或者你掌握到 真正的比較貼近當天發生的狀況是什麼 目前當天比較知道狀況的 就是林先生轉述給他的太太 所以我知道的訊息 都是從林太太的嘴巴裡面所知道 其實他在那個禮拜六 2100等於是董哥主持週末開獎的時候 他自己也有寫了 鉛筆寫了大概三頁的內容 因為他本來他是要call in進去 但是那時候剛好就是又轉別的議題 他打不進去 那他有拿給我看 那我後來本來是想要傳真給2100 但是因為那天昨天我們有連線 所以就沒有傳過來 他寫的那個滿腹的委屈 如果今天不是媒體朋友網友來協助 他連申訴的管道機會都沒有 嗯 你可不可以把那個 就是林太太寫的這個重點 待會兒跟社會大眾來說明一下 當然這目前是 林太太是來自於被打的這位問獎 林先生的一個口述 稍後你把它整理一下 幾個這個重點跟這個 Makio他們所說的 什麼情況是不是有出入 我們稍後回來也歡迎觀眾朋友 就到現在為止真相還沒有 跟社會大眾交代明白 馬上回來了 再回來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到目前為止 這整個日本人打這個小黃駕駛林先生 真相並沒有這個出來 今天晚上剛看到是 再出來另外一名是藝人叫鴨子 除了Makio之外 三名女士Makio 鴨子 但是傳出來的第四名 似乎也是一位藝人 問題為什麼拖了四天到現在為止 不說清楚講明白 那麼這樣的一個沒有把真相說清楚 怎麼可能是一個真誠的道歉 我們剛才還跟這個賴蘇如議員在連線 蘇如你是不是把林太太整理的 完整的幾個觀點跟社會大眾說一下 好 大概她寫了三頁 她主要的重點是在敘述 她先生微弱的聲音跟她講的一些的事實 她不見就像鳳鑫講的重點就是事實 事實不要被扭曲 第一個重點就是在於說 她的座位她並不是Makio 她並不是坐在司機的正後方 應該是右後方 所以說她要去襲凶機會根本就 就邏輯上來講是不可能的 我不曉得大家知道那個位置嗎 中間是有記龍灰 那她等於是坐在門 右門那個地方 所以她是不可能會有襲凶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們的計程車裡面沒有 Makio不是講說 她的錢包手機都掉在計程車上嗎 她說她車上是沒有錢包也沒有手機的 這是第二點的部分 那第三個重點是在於說 她先生有爭執的時候 她先生是有打通110的 但是被他們從車上拉到車外 然後還勒緊脖子這樣子去毆打 剛剛我們看到聽到的是 募集司機看到在計程車外毆打的狀況 但是在計程車裡面 為什麼我突然變得非常的憤怒 是事實上根本沒有語言的問題嘛 那之前他們還聲明稿裡面講說 是因為語言不通 還有另外那兩位女性 大家討得沸沸揚揚 為什麼你們都不願意公開出來 我們這些跟他們不認識的人 大家都聲援 學衡還有很多社會大眾 大家都真的是很熱烈的在關心這件事情 但是你們知道事實真相的人 卻不願意來說出來 我是覺得這樣是非常可惡 他們跟Makio一樣可惡耶 因為事實上他們也共同參與這件事情 你今天打人就已經不對 你們竟然打人了以後 知道人家命在辦戲 還不叫一個救護車來救他們 還搶人家手機 租人家打110 這是什麼社會 為什麼網友會憤怒 大家會憤怒 原因就在這邊 事後又扭曲事實 不肯說真話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憤怒 叔叔還有一點就是 林先生有沒有透過他太太 在講說怎麼樣的被毆打的這種情況 稍後再請您做一個說明 不過這裡面至少我們剛剛聽到的有一個這個角度 現在第四名 第四個人到已經 第四個人到已經 小心 慢慢推 慢慢推 後面 後面 小心 小心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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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後面 小心 小心 先借過 來 借過一下 來 借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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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阻止日本人 來 來 後面 來 小心 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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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剛看到的是 表示北檢今天到目前為止 除了下午約談一個證人之外 那麼剛剛第一位出現的是鴨子 那麼現在是Makio 那麼想必另外兩位 大概可能今天晚上大概都會出現 我們稍後讓觀眾朋友 尤其除了這個 有記龍輝之外 另外第四名屬於台灣 如果說是一位藝人的話 這位藝人是誰 那麼已經發生了將近四天的時間 都沒跟社會大眾講清楚說明白 我把話講完 我覺得今天為什麼網友 為什麼鄉民會憤怒 憤怒的原因不是民粹啊 不要胡說八道 那不叫民粹啊 那是因為這件事情沒有真相 那是因為這件事情很多人不斷的在說謊 當事人不斷的在說謊 不斷的在遮掩 而且欺負一個弱勢者 你看那個有記龍輝在打人的那個方式 就是黑道要置人於死的打法嘛 這種打法 如果我們是要陽性司機建議勇為 那麼就報警 這個司機被擺打了你知道嗎 他就被擺打了 你今天明明打人 明明囂張 而且說實話真相很清楚 你還不斷的去冤枉人家 說人家什麼席兄啦 說人家言語上發生衝突 你不覺得這個就是囂張所造成嗎 因為你囂張自以為是以為也是藝人 以為是公眾人物 你做什麼都可以 以為你可以馬上請個大律師 以為說你馬上可以找日本交流協會 你又覺得說什麼事都可以擺平 不過說實話 台灣的檢舉也是窩囊 也就是讓人家覺得 有勢力 有錢 有事 有關係 可以請到日本交流協會 可以請到永蘭律師事務所的大律師 就可以擺平一切事情 就是你檢舉給別人這個印象 所以鄉民才憤怒嘛 網友才憤怒嘛 這才是憤怒的由來啊 我們得到一個最新的消息 第四位是不是湘瑩 也是通告議員 也是通告議員 小惡魔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把他們這幾位 畫面都可以調出來 這讓觀眾朋友來看 這已經將近四天的時間 稍後大概都會到現場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說台灣社會是很多人建立勇回 不只小黃司機 就是說今年的氣氛特別不一樣 甚至很多人都願意入內閣 我真的這樣講 就是說我願意捨身下來 但是你看 這麼多勇敢的事情 看到了 我對檢警我其實是蠻亡感的 為什麼 被打的 這個印象 它其實是有波通110 這剛剛知道 對 有波通110 那你10突然斷了 你 那邊有記錄在 那邊有記錄在 那個警察沒有覺得很奇怪 人家打110突然手機斷了 你沒有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被殺害 這是一定非常重大的 他們沒有下文 第二個 它那個路段 因為那個路段我們是非常熟悉 宗教道路跟一仙路 那邊的監視器就是好幾把 刑事警察局就在對面 就在對面 我們那邊就聯合報那一站 對啊 那你現在已經這麼多天了 還在說什麼真相 你聽那個司機講 就 他們在上面爐了下來以後說要換車 換車下來就有個女生 一直踢他的車子 司機就 下來看 然後一邊打110對不對 這些東西其實都在外面 不在車廂裡面 所以都拍得到 那這些東西為什麼到現在已經四天整了 都沒有下文 你就會覺得說 哪有這樣辦案的 不是這樣嘛 所以今天如果不是 各界的力量出來 然後大家要求警方 檢方你們有個態度出來 今天案子 他現在不會說三天八天再轉 這種都是說你明天後天再過來 他今天是非搞到這樣 自己其實檢方是非頭獨臉 所以這個也不是民粹 這個其實 你本來就該第一天的時候該傳就傳了 那我們其實看到了 就是說社會上有很多正義的聲音 我覺得網友這一次的聲浪 其實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台灣是有正義感的 並不是因為對方是日本人 或他是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真相 簡單的事情嘛 這麼一個簡單的真相 到現在 剛剛其實 在三分鐘之前 才完整的知道 到底 除了那個打人的日本人之外 另外三名是誰 三個都演藝圈 三個都演藝圈 這需要四天嗎 這個在第一時間 如果是有任何一丁點誠意的話 就跟社會大眾坦白嘛 你在現場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而且哪裡有語言不通的問題呢 沒有語言不通的問題 而且我要講 對不起這個 這個韜哥可能不要怪我民粹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在整個台灣大眾的心態裡面 是什麼樣 一個辛辛苦苦晚上要開八個小時 才能賺到2000塊的人 跟一年輕易就可以收入 1000多萬的這些有錢人 一拳一拳把他打到 駐到加護品房去 一拳一拳打到兩個肋骨斷裂 打到腦下的蜘蛛網印模出血 這每一拳都打在我們自己的臉上 如果你今天拿到的時候 OK 如果你今天很辛辛苦苦 才能賺到一點點錢的話 你會發現那些比你有錢多的人 毫不在乎把你打倒在地上 毫不在乎就可以逃掉 甚至他可以躲四天 就在現場募集袖手旁觀 不打電話 不說實話 但你能拿到怎麼樣 過去這四天來 剛才這兩個講到的藝人 我們剛剛聽到的一個是湘怡 你一個是鴨子 我們連不知道的話 我們連譴責他都不行 我們還以為是兩個日籍人士 就這麼混過去了 已經四天了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在台灣 可能會繼續鬧大 為什麼每一個平民百姓 都被這一拳一拳打在臉上 如果你今天不站出來 明天就換其他更有錢人來打你 所以到現在為止 四天之後 才知道是誰 我們社會大眾 是真的應該 怎麼會不生氣 我們稍後回來再讓觀眾朋友 同時賴素如議員 也要跟社會大眾轉述 就是林先生告訴他的夫人 林太太說 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被毆打的 這所有的這個情況 現在好像才一點一點的部分的流露出來 完整的說 其實當初說這個是語言上的這個爭議 後面根本沒有語言上的爭議 再接下來事情是什麼 到今天晚上的約談 馬上大概現場的這個 有記龍輝 跟其他幾名人士大概都會到場 全部都到了 全部都到了 馬上回來